比如你有新房子要上市了 对这是一个Single Family 在北San Jose Bariyaza这边是最好的学区 Piterman High Piterman就是那个杨志远 上的那个高中 还是在这边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房子呀 它有四个房间 其实是有五个 一会我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三个完整的洗手间 这个在这一地区还挺难得的 整个面积两千多尺 它后边有一个这个加建的 如果算上的话 这个面积会更大 你看这个房子 这个庭院做的非常的漂亮 刚刚我们经过一个这个树环来 然后房子的颜色 跟这个地 跟这个绿色的植被 再加上白色的这个门廊 看起来真的特别鲜艳 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好请进 一进门就是一个 特别开阔的宽敞的这个客厅 你不感觉得很憋 有些房子就是很窄嘛 这个房子就很宽敞 一进来就是一个饭厅 Family Room的客厅 石墓的地板 然后火炉在这边也都做了一些装饰 这个屋主进了以后 把火炉这边重新给它设计了 你看看这个白色 再加上底下这个灰色 这边是可以说是一个小餐厅 在这边是一个早餐厅 旁边就是厨房开放式的 在厨房做饭 到这边吃饭 两边都有窗 光线也不错 你看看很惬意的一个 刚刚说为什么说 在这个房子是实际上是有五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特别好的地方就适合现在 因为现在很多在疫情 大家都在家里办公 所以这边正好可以当成一个小的办公室 因为单独这边进出 它那边也有门 所以可以从外边进也行 不打扰到其他这个居住的其他的人 你看如果你做生意啊 或者说会客啊 你就可以在外面 然后里边呢 这可以做成卧室 也可以做成一个书房 所以呢 这儿做办公室啊 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方方正正的 两边有窗有拉门 会个客自己做点什么事情 很安静 而且你看这个双开门里外 这里可以连成一体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完美了 这个房子呀 它的结构是楼下有两间 楼上有两间 不算刚才的这个办公室 那楼下呢 它有单独的一个套间 尤其是对老人 他不愿意上楼下楼 这个不方便的情况下 完全是可以在楼下 就很好使用吧 另外一个房间呢 它有单独的自己的一个洗手间 楼上呢 可以做成主卧 也可以做自己的一个小的office 这种结构啊 其实在使用起来 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上二楼 你看到这个楼梯啊 是一进门双开大门的侧面 不像是有一些房子 如果它改造起来 就实在是没有地方了 它就直接对着大门有一个楼梯 让风水上不是很好 所以这边呢 侧面也不影响 而且呢 在动线上来讲 它设计的还是非常合理的 那我们就上楼 好 现在我们就在二层 这个房子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啊 它就给你一种舒适的感觉 不是很拘谨 你看到二层 它还特意做了一个回廊 在这边 然后两边的窗户 你进进出出 你会感觉到很宽敞 不是把你的空间给压缩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主卧 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房子 在这 主卧 那边是北温斗 可以看到后面 可以看到那边的山 整个的尺寸呢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很大 这个再搁一些桌子椅子呀 梳妆台呀 都是够的 那这个是主卫生间 也是很宽敞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房子就宽敞了 到哪哪哪都大 整个面积呢 已经是两千多尺了 两千多尺 一共有四个房间 加一个书房 使用起来足够了 可以走进去的衣橱 那这边呢 是已经做好了的 这边已经铺上瓷砖 这个是浴室 你看这儿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你可以再放点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从主卧出来往这儿走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其实如果按照 使用上的习惯来讲的话 这儿呢 可以做一个小孩的房间 或者呢 不愿意在底下当书房 底下给老人使用的话 那上面呢 也就可以做一个小书房 你看它有两扇窗 还有一个小露台 这个露台呢 也能看到外边 看那边的山都漂亮 现在山都绿了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还蛮惬意的嘛 是啊 这个院子我觉得还真是挺舒服的 这个院子维护起来就是很方便 你看这个地啊 已经做成这个水泥的了 然后旁边有一些地方可以种一些东西 那前院呢就比较大 因为这是一个corner lot 所以前院呢已经围起来了 我们去看前院好了 对哦 这个前院还蛮特别的 像个小公园呢 真的它做的挺好的 第一个呢 首先你看这个外围 它用这个白色的这个铁栅栏给拦起来了 好多房子呀 虽然前院比较大 尤其是corner lot 但是用不上 开放式的 现在已经给封闭起来 完全是可以让自家使用 在这个凉亭第二个呢 在这块呢 已经给它做成可以使用的这个地砖 挺好看的 有伞有桌的椅子 第三个呢 就是果树比较多 你看看 旁边的种了一大牌树 还有啊 就是它这个打理的比较好 朝向也好 这边是正好是朝这个南的方向 所以呢 阳光一晒进来啊 种点花 种点草 种点菜 种什么 长什么 你看看这个牛油果 这个柠檬树 还有那边其他的一些果树啊 然后另外呢 这个房子 整个院子的设计 有点像这个公园里的感觉 对吧 一个树墙 出出近近的 给你一种特别好 特别这个愉快的这种心情 好 非常好 一言